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友片这部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频时间是201年5月5日 这里有我Raymond Wong 还有加拿大加燦生 各位网友大家好 马洛西亚大马sir 马拉根 各位网友好 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放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 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让出去 还有就是订阅我们正向报和沙拉冷气的频道 这次就要跟进一下Bill基比尔盖茨的离婚事件 现在当然全然四气 西梅又乱报 说巴菲特的右手帮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闻呢 就是因为Bill基玩了个律师帮手 那家律师行就是由巴菲特的右手拍档开设的 但是我们看过那些法律文件 这个Charlie Munger 就是巴菲特的右手 其实就没有份的 现在传来传去都是说什么Charlie Munger 就说是Bill基提供了他做律师 就是请了他做律师 离婚律师 sorry 没有这样的事 绝对是没有这样的事 没错 他开的那家律师楼就接了Bill基这个工作 但是Charlie Munger是不会帮人打官司的 是不会搞任何事 律师行的文件那里 全部都不会有Charlie Munger的名字在上面的 那这个第一个传言 首先要踢爆他 那当然了 现在多了很多消息的 就流了出来 那有些细节 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份文件 是Bill基的老婆Melinda主动交给Bill基的 那就是说Bill基是被离婚 而不是Bill基离婚 是的 是她被人逼婚 不是人逼她 而这段离婚的理由 不是她逼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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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签订婚前协议 就是好像贝助师那些 写下财产店分配的 那她申请来分文件那时候 是要求分居协议之上的财产分配 去进行这个 大家怎样分身格 就是现在呢 Bill基就有1240亿美金 而由于她们三个子女都是成年 所以就不会有监务权的争夺 而她老婆也都没有对Bill基下这个保护令 就是说叫她不准踏入她的身体 她附近多少米 那些东西是没有的 而现在她老婆也没有说 我不用改名 我仍然表辑阿基 预计呢 这件案件呢 就会在2022年的4月那时候 就会宣判日期 即是就会宣判 你们正式离婚了 这样说 不过 如果他们是接受了事实 说我们真的离婚了 那就可以很快很快搞定那些东西 然后就分身家了 而另外呢 就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说她老婆呢 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用120万就买了 就买了一楼就准备走的了 都算是 其实双方 都已经有些不想再继续在一起的 然后呢 就根据现在很多人挂回她老婆啊 那些这样的专访啊 那些呢 就发觉呢 近这几年呢 她们两个人的分歧已经很大 根据一些以前的西媒 第一呢就是 在去年呢 她老婆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 就说 其实她和Bill Gates的婚姻是非常之艰难 六十五岁人还要一天做 一天做十六个小时 很难出来陪家人 而第二 就是说两个人啊 二十五周年结婚 那时候也都受过转访的 嗯 那时候呢 她老婆就说 我仍然记得 这段婚姻 有一些很难熬的日子 还经常问 我到底能不能受到的啊 这样讲 而最大麻烦的呢 就是基本上 她老 呃 女方呢 就整天觉得 为什么我整天都要做家务 啊 做一个黄面婆 那直至呢 全... 全... 全球女性啊 很多啊 大约 比男性 做多七年的 无常劳动啊 就是在家里做东西呢 就 熬得多个男人 甚至当她的大女儿出世那时 他都在說 經常會照顧小孩 但是他老公又不在乎去做事 就覺得自己好像隱形人一樣 然後他就繼續回憶 回憶和Bill Gates結婚之前 其實他自己都很猶豫 他自己找一塊板 寫下結婚的利弊 他甚至說 雙方一起做 其實Bill Gates 基本上是難以決定應不應該結婚 他是非常清楚知道 他能否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間 取得平衡 當然最嚴重的是 基本上他是做不到的 而他們兩人本身 在宣佈離婚之前 都沒有人會猜到 他們會這樣 最大的原因就是 譬如說1月27日 兩個人用視頻 Zoom的方式 在說說 哎呀 在這個19疫情之下 怎樣生活等等 扮恩愛 那種扮恩愛的情況 令到沒有人能夠猜到 哎呀你們竟然會離婚 是嚇一跳的 那基本上呢 這個老婆 為什麼當年 是會被他吸引呢 最重要就是說 Bill Gates的瑞智 真的很吸引我 除此之外 他對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心 還很幽默 在那裡古靈精怪 所以我就不自覺地 投入了他 但是當時其實我媽媽都提過我的 哈哈 就是說 跟老闆結婚要小心小心 而且可能他是沒辦法 兼顧家庭 一個一個 一個人這樣 一個超級有錢老人做事做 那麼 背助師就說有第三者 但是Bill Gates究竟有沒有呢 現在坊間傳言 傳言而已 其實他是認識這個Melinda之前呢 就有一個 紅顏知己 就是叫做 Anne Wimble 的女士 今年就70歲 哇 有一個傳言 是啊 有一個傳言呢 每年春天 Bill Gates 就會找一個 Long Weekend 去這位女士的 Cordage 那裡 就去過的 在North Carolina 來的 就在那裡過 就 就是 走一下 走一下沙灘 聊一下 聊天 那就是看老婆眼眉而已 這個東西呢 就是傳言 OK 就像查理斯与卡米拉 那樣的情況 是 而 這位女士本身呢 也都是 都挺有迷的 如果你是Bill Gates的朋友 那別人指點你兩句 那都行啊 那是一間 投資公司的老闆 嗯 而且呢 都是拿過一些獎 什麼女性 結出女性獎啊 那些 這樣的獎項 嗯 對於這件事 就三喊其口啦 當然雙方都會 三針 三針其口 那個姐姐叫 Annwin Black Annwin Black 現在開始有些人 跟Bill Gates 數身家了 到底 她的身家 還有錢之外 還有什麼呢 第一樣東西 就是 她當然有很多豪宅 但是呢 他們 住得最 分別在 華盛頓 佛羅里達 加州 懷俄明州 都有豪宅 但是最重要的那個豪宅 就是佔地 66,000平方英尺 在西雅圖的 蓋茲基金會總部 的豪宅 1988年 200萬 買了地 用6,300萬 裝修 現在值 1.25億 裏面 對著 華盛頓 漂亮 無論 豪宅裏面有7間房 18間浴室 可以住20人 每當客人來到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帶著 一些 一些 感應器 房間的溫度可以隨時變化 智能家居 另外 還有 一個 1000平方英尺 1000平方英尺的 餐廳 坐24人 另外 還有一個 大的聚會廳 可以用150人 圖書館 佔地 2100平方英尺 Bill Gates 基本上 很喜歡 有很多珍藏的藝術品 都藏在那裏 當然 他還有幾間豪宅 不得可了 譬如星地牙哥 又一間 花了4300萬買回來的 有6間房 4個浴室 佔地 5800平方英尺 還有很多很多的 但是如果說他最勁 如果說他最勁的 就是他買地 除了5間豪宅 他也買了很多私人農場 私人農田 而他擁有的農田計劃 是遍佈18個州 總共有242000平 英博的土地 英博的地 一眼看下去 很多人會害怕 被譽為美國最大的地主 就是他 單單在2018年 他用 1.71億 在 路易斯安娜 那裏 買了一大片農田 結果成為 美國最大的農田交易之一 嗯 而 Bill Gates 本身的人 就喜歡車的 他單單在西雅圖 就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廁所 有一個 車房 可以容納30架車 那麼 他 最貴最強的 就是 寶時捷959 全球只有幾百架 最後他掛了13年 才掛到手 而最新的人再去買的呢 就是 所謂寶時捷的 Taken Turbo S 還有私人飛機 超級有錢人一定有私人飛機的 連特朗普這些也有了 Bill Gates 有多少架呢 有兩架私人飛機 分別都是值6500萬 剛才我們也說過 他有無數的藝術珍藏品 包括3000萬美金 在1994年用3000萬美金買回來的 Leonardo Da Vinci 達芬奇的 元草手稿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名畫 叫做Loss on the Grand Bank 是以3600萬投得 很多個都是千千聲的 到底這些怎麼分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兩夫妻 但相信以他們的銳智 就應該有辦法搞得到的 他老婆 我相信 他老婆也等了他女兒 現在成年18歲 他才離婚 其實計算了很久了 但到底最後 兩個人會不會反面收場呢 令到 那就不得而知了 應該有了共識吧 應該是有共識的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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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網上有很多人在搞笑 就這樣說 就叫做 Elon Musk 你高歌猛進 為什麼 因為 你之前那兩個 他們都 離婚了 被人分了 身家 雖然Bill基 被你拋開了 但是 他們都既然離婚了 分了身家 你是很有機會長渣變成 這個世界首富超的Bill Gates 繼續努力 在那裡笑 當然 網上有很多人 當他們 一說離婚的時候 就做了很多 那些Twitter 去笑他 最多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 弄了個Bill基的圖 就是 為什麼我要離婚 因為我發覺 這壞婆竟然用 MAC機 瞞著我用MAC機 他 他配叛了我 說笑 然後另一個就是 有個走路新娘的照片 當他 當他聽到Bill基現在變成Single之後 就離開了我 做了走路新娘 有一幅圖 搞笑的就是 哇有個Lawyer 聽到 蕭嘰嘰嘰 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繼續嘲笑 笑這件事 另外 有一個最活該的就是 看到 Oper Winfrey在那裡喝水 他說 嘩又有新聞做了 各方面都有 不過怎麼都好 好啦 一對27年的夫婦 就這樣 是有些可惜 因為他們的包裝 都十分之厲害 包裝了這麼多年 騙到全世界的人 都不到你不服 不歸為世界 首富夫婦 好啦 我們節目都講到這裏 回來再會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